畫面上可以看到遊覽車身後方起火燃燒 車身跟車霜都被燒得焦黑 黑色濃煙不斷從後車身兩側冒出 只衝天際 瀰漫在街道上 經銷貨爆後 火速抵達現場救援 遊覽車火燒車 而事發地點在南投縣陸谷鄉的陸張路 今天上午8點15分左右 這輛遊覽車在等紅綠燈時 不知何故突然冒出濃煙 路人告知司機後 連同乘客跟導遊共40人立刻逃下車 所幸沒有人因此受傷受困 消防局出動10多名警易銷前往搶救 花了將近20分鐘撲滅火勢 而根據了解起火點 疑似是車子正後方 冷氣機不明原因起火燃燒 詳細起火原因還有待警銷釐清